國務院會 經濟組織質詢 已尋答完畢 下午兩點半開始質詢 立法院長韓國瑜八分鐘後 立刻高喊休息散會 洪森翰一秒衝上前理論 正因幾分鐘前上演這個橋段 請洪源森翰質詢 不到 林委員褚英質詢 不在場 一路唱名通通沒人理 放眼望去議場超冷清 原來表定15號下午兩點半 開始的院會質詢 兩點三十三分韓國瑜宣布開會 依序唱名立委 但第一棒陳廷菲改回書面質詢 而接續的中嘉賓本來就是書面 連帶讓後頭沒趕上的多位藍綠立委 比預期時間提早被唱名三次 通通被視為沒出席 開會短短五分鐘韓院長宣布休息 韓院長 我們原本預計是三點質詢 我現在兩點三十五分進到議場 為什麼你就把我給跳過了 羞辱性極強 韓國瑜也承諾競速召集三黨總召 沿逆捕捉方案 下週一準備朝野協商來討論此事 我想這件事情凸顯了韓國瑜院長的高度 以及氣度 韓國瑜哀轟沒收質詢 立委們也被質疑 自己遲到怎麼還把帳算在院長身上 是不是過去舒適圈呆太久了 所以便宜行事以為習以為常的慣例 都陋習都可以變成是常規 外行人講外行話 幾十年來都是如此嘛 況且現在實況總播 你這樣更不科學 通常是韓國瑜疏於管理嘛 議事人員的帶動嘛 再加上第一棒陳廷飛 原本早上就要質詢 臨時被議事人員通知院長要接待外賓 要他下午再質詢 沒想到院長辦公室聲名駁斥 韓國瑜根本沒有見外賓 如果你沒有跟議事主說 你十二點要離開 那麼誰有雄青豹子彈 能夠敢跟委員說 他現在不能質詢 韓國瑜唱名風波燒出案外案 再引爆藍綠戰火 靜新聞邱博廷 現任任律動長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